喜欢看西游记的朋友看过来 在云南挖出猪八戒墓 墓中不仅挖出一颗猪头人参的尸骨 竟然还出土了猪八戒随身携带的九尺钉耙 这是怎么回事呢 正当考古专家准备进入墓穴一探究竟时 附近的村民却不答应了 他们宣称这个猪八戒墓不能随便进入 因为这可是他们的祖宗 为了探明真相 专家立马在周边打听起来 村民介绍说 西游记中记载有错误 其实猪八戒比唐僧还要早到西天 甚至早到了几百年 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 难道猪八戒不是跟随唐僧一同前往西天取得真经吗 好奇的观众老爷不妨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其实在西游记里面 猪八戒还有另外一个师父 那就是乌朝禅师 为什么说乌朝禅师宁愿收猪八戒当徒弟 也不要孙悟空呢 其实在唐僧经过高老庄之前 猪八戒就败过乌朝禅师当师父 而唐僧在高老庄收复猪八戒 完全是因为观世音的指引 不然猪八戒才不会败在唐僧的名下 不过在吴承恩改变的电视里面并没有提到 而在原著中有过记载 在高老庄收复猪八戒以后 他们师徒三人一路向西 首先经过就是一座浮屠山 而山上就住着乌朝禅师 可以说乌朝禅师在当时可是十分神秘 当然在经过浮屠山时 猪八戒就介绍说 此山住着一位神秘的乌朝禅师 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这个时候唐僧问道 他究竟是何人 有什么样的法力 猪八戒就禀告唐僧 此人有些道行 曾经有过交集 还授予徒弟一些做人处事方法 而当他们三人与乌朝禅师相见的时候 乌朝禅师问猪八戒 你怎么能有如此大员 竟然可以成为唐僧的徒弟 猪八戒则告诉乌朝禅师说 三年前猛官是因点化才有幸得以恩师 就在这个时候 乌朝禅师问猪八戒 身边毛嘴雷公脸的和尚是谁时 身边的孙悟空 则弃了个半死 天地之间还有谁会不认识自己 面对乌朝禅师的不认识 孙悟空也是相当的尴尬 当然 在我看来 乌朝禅师并不是不认识孙悟空 而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刺激孙悟空 就算你孙悟空有上天入地的本理 但在本禅师眼里 那都算个屁 我只认识老师本分的猪八戒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乌朝禅师只认识猪八戒 而不认识孙悟空呢 这就要从二位的前生后世说起了 云南发现猪八戒墓 关内一具猪骨惊呆众人 墓主猪头人身静静地躺在棺墓内 模样酷似电视剧中西游记猪八戒原型 更令人惊叹的还有一把九尺钉耙摆放在棺墓旁 难道说这就是电视剧中猪八戒的老巢不成 而当专家用力提起时 钉耙上清晰雕刻着物能专用四颗大字 难道说这真是找到了神话里面的猪八戒了 消息很快就被大家传了出来 当地考古专家也是立马上山一探究竟 正当专家准备将尸骨运回实验室研究时 大量的村民则拦住了专家下山的去路 村民质问考古专家 为什么要抢夺自己村里祖先的祖坟 为什么村民要说猪八戒是自己的祖先呢 难道说这里的村民真是猪八戒后人 大家都知道 在吴承恩的西游记里面 八戒唯一的真爱就是在高老庄的高翠兰 而高老庄就是在云南宝山 那么在云南宝山至今还有一座 供奉八戒灵位的神庙 也是世界唯一不供奉任何神位的庙宇 他们只供奉猪八戒 前面的这三颗大野怀 就是猪八戒和高翠兰的定情术 以前这里叫高老庄 现在改名叫西庄村 至今这里的人都称自己就是八戒的后人 眼前就是八戒寺 传说猪八戒路过高老小子 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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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跑 快跑啊 快来 快跑 结果被猪八戒给拦下 并将高小姐送回到高老庄 老庄主为了感谢猪八戒 留他在家做事 万万没想到 这猪八戒力气大能吃苦 干得一手庄稼活 便将高翠兰嫁给了猪八戒 猪八戒便留在高家做圣人女婿 而后就是唐僧在西天取经的路上遇见八戒 将他收了徒弟 一同前往取经 但在电视里经常看到八戒在路上 只要遇上困难 就要散伏回高老庄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八戒就是放不下高翠兰 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痴情男 而后来高老庄的村民得知 猪八戒取经得到成功 便把高老庄更名为西庄村 寓意就是高老庄的女婿 西天得到 也在村里塑造了金身建造了庙宇 常年供奉 经常上香感谢猪八戒保佑全家人的安康 云南发现猪八戒墓 关内一具猪骨惊呆众人 墓主猪头人身静静地躺在棺墓内 模样酷似电视剧中西游记猪八戒原型 更令人惊叹的还有一把九尺钉耙摆放在棺墓旁 难道说这就是电视剧中猪八戒的老巢不成 而当专家用力提起时 钉耙上清晰雕刻着物能专用四颗大字 难道说这真是找到了神话里面的猪八戒了 消息很快就被大家传了出来 当地考古专家也是立马上山一探究竟 为什么村民在山间发现了猪头人身的尸骨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在猪八戒准备和高翠兰结婚的时候 猪八戒因喝酒太多变成了猪的模样 而后得知八戒取经得道 村里为了搞旅游开发趁热度 也不知道是谁 就把一个猪头和一具尸身藏在了山洞里 故作是发现了猪八戒墓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西庄村的知名度 也可以发改旅游业 当然在吴承恩的西游记里面猪八戒的原型 还真是出自高老庄 这个故事是在明代 因为当时高老庄的移民来自江西和江苏 而吴承恩在高老还乡后 就准备着手写西游记 恰好从高老庄村民口中得知了这个故事 也就准备去往云南宝山考察 但由于身体原因一直没来 所以就将猪八戒和高翠兰的故事 加在了西游记当中 由于时间久远 很多故事细节也无法考证 但村民的举动是好的 当然猪八戒和高翠兰的故事 也是颇具神话色彩 吴承恩笔下的猪八戒也描绘得有个性 好吃懒惰贪财好色 爱占小便宜 一遇到困难就要回高老庄 那么你认为猪八戒是这样的吗 你还愿意朝拜这样的八戒吗